欢迎收看老婆顶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网络自制剧 不可思议的夏天 第一集之秘密游购 医院的在任院长即将退休 业绩和能力堪称一流的吴医生 自然成为了众人严厉的最佳人选 尽管他和院长关系不太好 但在会议上他出色的报告 秒下了唯一的对手钱镇 所以他对院长一直颇有信心 可没多久他就得知 钱镇与院长亲亲即将结婚 被内定为侠人院长 自己则将被调到其他医院 这不公的结果让吴医生十分愤怒 而他生气的模样 正好被一位清洁工看见 对方看出了他心底的怒不可恶 告知他秘密有够能解除他的愤怒 并塞给了他张名片随即离开 回到办公室的他 抱着无聊一室的心态 打开了名片上的网址 网站上贩卖着所有人的秘密 他依着网站步骤 随手输入了钱镇的名字 发现网站贩卖着 钱镇偷拍女护士更衣的照片 吴医生决定是是真假 花钱买下了照片 不一会儿 一个神秘包裹 就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 吴医生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真有照片 而经过试探 他得知 钱镇偷拍女护士的事情 的确不假 但钱镇也翻译 当时的女护士 投药为要挟 让女护士不去追究此事 所以这事 动摇不了钱镇 问当院长的结果 但这事让吴医生明白 网站的革新度 他继续登入网站 买下了签证 便买女护士照片的交易证据 成功让签证进了警局 为此 吴医生想去感谢 帮助自己的清洁工 却得知 医院的清洁工 从来没有照过难的 这让吴医生 颇为纳闷 但也没有多想 之后 吴医生更是从网站 收集 买入了其他医生的秘密 以此要挟 成功竞选 当上了院长 他开心回家 想与妻子分享自己的喜悦 但妻子却姗姗而归 在同妻子拥抱时 吴医生敏锐地 闻到了妻子 身上的味道 似乎不太对劲 我还就好奇 他在网站上 输入了妻子的名字 发现妻子 还有一部分色手机 他试探般地问起 妻子是否买了新手机 但妻子 失口否认 这让他不由生疑 深夜趁着妻子熟睡 他从网站上 勾入了妻子那部分色手机 果不其然 妻子出轨了 他尾随妻子 亲眼看见了妻子 同其他男人有染 回到家后 他暴怒打了妻子 质问他为什么 没想到 妻子指出自己调查过他 是他自己出轨在先 妻子嘴上 不停念出那一个个女人的名字 让他感到心虚 而后 妻子嘲笑他的一个外遇 因为另一个有钱人抛弃他 就让吴医生觉得 自尊瘦辱 他生气失手 打死了妻子 又驱车将尸体 埋在了郊外 回到家后 吴医生生怕这事 会被他人发现 便登陆了网站 输入了自己的名字 结果发现 自己杀害妻子的凶器 恶然在裂 他回头寻找 也发现那件凶器 消失了 他赶紧花钱买入 可买下来后 他方才装尸体的车 也消失了 他只好再次购入 正当他初心松了口气时 刷新网站后 发现 社会直接出现了 他杀妻 抛适的乘客视频 并且售价 一百万 尽管预额不出 但他还是疯狂地点击购入 最终 只使网站出现 短暂崩塌 而后 他收到网站的惩罚通知 这次 他将被列为 网站收买的对象 紧接着 清洁工 走进了他的家 将他急运带走 当吴医生在此清醒时 被绑在了手术床上 看见了被保释出来的前阵 和一旁的清洁工 前阵表示 自己在秘密邮够上 勾入了指示 五百的吴医生 而他将用来 吴医生来练习 解剖手术 人免不了有好奇心 也免不了拥有秘密 一段关系中 对于秘密的过分的保留 或过分的规探 都难以让两人亲亲 只有对别人的秘密 保持尊重 不过分窥探 才能让两人相处舒服 对于自己的秘密 理性坚守 才不会沦为秘密的囚徒 以上 就是本期老跑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跑电影 每天都有些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